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在 Metal Gear 裡面,我們的氣球只要去到 Gargo 加2 就可以吊起一些車子走 在網上流傳了很多古怪的方法 例如吊五百個人就可以取得認證 就可以開發這個氣球 經過測試,這個方法很明顯是騙人的 都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但有人相信就會流傳 其實這個氣球,我們首先要開發 Gargo 加1 接著是 RLD 和 Support 隊的等級要救他的條件 以及要有運送的特殊技能 究竟有哪個可以有這個技能呢? 他就是隱藏在第十關裡面 這個節契天使這一關 其實這一關,我們有一個副任務 就要救走人質 但是這個任務就比較苛刻 我們就需要在任務開始之後 立刻就去指定地點了 為了方便大家看,我就會飛進一些畫面 我們一上馬之後 要立刻轉左,向我們的任務地點狂奔 大家就要小心,絕對不可以被敵人發現 要不然我們的人質是會輸入 我已經預先訊問了這兩個人質的位置 接著再在 Check Point 重生 所以大家應該會看到人質的確實位置 這樣就會更快 來到這裡的時候,記得要沿邊走 就算日頭進去都沒什麼所謂 都蠻安全的 去到前面這個位置就要蹲下來慢慢走 因為我們的右手邊會有人巡邏 所以經常都會不小心給他看到 剛剛走過,在右上角就要小心一下 因為如果被他發現到人質而又召喚的話 我們的人質就會立刻被射殺而死 我們的目標就在這棟大樓最尾的位置 大家看看我怎樣走過去 大家走的時候就小心屋頂的敵人 在這隻窗進去 進來之後就小心 這一層有一個敵人會周圍巡邏 我們就可以審問他 這個是很容易的 但當我們捉他的時候小心 樓上是有機會看到的 因為樓上就在我們前面已經有一個敵人 所以要盡量小心一點 不要發出聲響給他發現 最好你審問他之前 好笑的 拖他到樓梯的另一邊去審問他 當審問完他之後 其實大家就可以向左邊看 我們兩個目標在這裡出現了 其實這裡總共有三個人質 但是其中一個有我們需要技能的人質 就在這裡 其中一個 這兩個其中一個 在這條樓梯上面就已經有一個敵人把守了 你上去就要小心一點 還有他有時候會移動的 就不一定會在樓梯的正前面 可能在我們現在的後面 大家應該會看到我拍的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滅聲器的睡眠手槍去整睡 其實應該沒有人看到他 當你搞定這個之後 上面還有 因為我們是要去上層的 就好像我這樣被人發現 那你就要盡快整睡 千萬不要讓他響到警號 這隻睡了之後 其實可能會還有另一隻在上面的樓梯走下來 那大家就要小心 就是在下來了 那大家就盡量在他發出警報之前就打下他 好 然後我們上來之後 第一個人就在這裡 那你就留意一下 雖然這裡有陽光人 但是是不能上去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 天花板是封住了 那就不要打算在這間房裡救走他 大家可以看到0% 那你只要帶他出去這間房的外面 那裡有一個露天的位置 就在這裡前面 那你就可以救走他 還有這裡就有一個Sniper的藍桃 那你就可以順便拿這個藍桃 那拿完之後 後面還有一個人士 就是這間房 這個位置下去之後 然後轉向後走 那就是 那你可以認認一下 那你就可以認認一下 那向後 他就在這裡了 那你要救他 就是把他帶回去外面露天的位置 才好 放氣球 那其實就在這個位置 我們走過少少 到大約這個位置就可以 用氣球救走他 那這個基地還有另一個人士 那大家可以自己決定 究竟你需要不需要救走他 那還有呢 因為今集的Metal Gear 比較自由 類似有少少RPG的接任務 其實當你救走人之後 你不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 你只要向後走離開這個基地 看見右上角有個黃色圈圈混合 過了個確點 那你救到的人就已經在你基地 你就不需要完成這個任務 那當你看見他的圓圈已經混合完 那你就可以放氣 那這個氣球最棒的地方就是 當你收走了那些車 那他就可以貴了你所有 你可以拿去賣賺錢 非常的棒 那這個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